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十二月二十三號簽署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使它正式生效成為法律 法案終會禁止新疆產品進入美國 除非企業能夠提供明確而且令人信服的證據 證明產品非由強迫勞動製造 獲得國會兩黨廣泛關注及支持的編號HR6256 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最終協調版本上星期先後獲得國會、眾議院及參議院的一致通過 法案將禁止任何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 並給予企業舉證的責任 必須證明它從新疆入口美國的產品供應鏈當中沒有強迫勞動 才能夠獲准進口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法案簽署申後發表聲明稱 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是本屆拜登政府的優先事項 布林肯強調美國已經採取多項具體措施 包括簽證限制、金融制裁、進出口管制 以及發佈關於新疆人權狀況的商業諮詢等 所有這些都要求民友及合作夥伴共同採取行動 確保所有全球供應鏈不會使用強迫勞動 包括來自新疆的強迫勞動 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正式生效 獲得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一致支持 此舉被視為是美國政府在北京冬季奧運會登場之前 再次針對中國新疆人權問題採取的另一項強硬措施 消息 世界最新疆人權 市民間 aren't